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谁不害谁 谁不坑谁 这个社会到底怎么存在 很多人在我眼睛里真的就是被共产党害的呢 大家一种互害的概念已经很难以评论 已经很难以评论了 这不是一个简单对错的问题 这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尊严的互害 没有任何结局的 没有任何因为所以的结局的互害 你会当三个故事连在一起的时候 让我个人 我只能说盲然 我只能说那个地方是无法被正常人能够停留的地方 随便 那有朋友说那是你的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 OK 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这是第一个 在四川金塘 我不知道这地方在哪 那里头躺着 里头躺着人呢 被刀砍了 这外面呢 就抄照 大概有警察来了 大概就这么 里面砍了两个人 砍死了两个人 大概其实真正被伤的 有耳头掉的 有胳膊伤的都有 警察已经来了 那这是个什么事呢 12个人进去吃饭 点了一桌菜 300块钱 然后12个人吃差不多就跟老板交价 交价 交价 那老板就把价钱降到 就给打折了嘛 变成250 那变成250呢 这几个人不干 我说你再给送一箱啤酒吧 老板就没招就送了一箱啤酒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送了他们一箱啤酒 在啤酒喝啤酒的时候呢 这个啤酒盖上有这个获奖的 说你弄着这获奖的啤酒呢 你可以再送一箱 所以人就拿着获奖啤酒了嘛 所以就问老板再要一箱 那老板就不干了 老板说我赔到奶奶家了 那这点吃饭一听老板不干呢 就不干了 你们这个破菜 你们上菜那么慢 你们东西这么贵 那就12个人嘛 对不对 那就请较价 在较价的过程中 里头厨师不干了 大厨不干了 听不下眼了 大厨挺干脆 低着菜刀就出来了 上来就多了 所以在他里头讲了 就死了俩 多了一只耳头 多了一只胳膊 有人这话就不好听了 说有人做人你别装叉叉 对吧 装叉叉的我砍死你 这是刚刚发生的故事 这个东西呢 我相信每天都有 我个人相信每天都有 那至于说那种 弄钱 就吃顿饭不给钱 还要装叉叉 然后理直气壮了 明明是敲诈别人 然后理直气壮了 这世界上到处都有 那而且在这之间呢 而且在中共国不是现在的问题 我老早跟朋友介绍过 麦当劳开的 北京开的第一家店在王府井 王府井跟这个长安街 就在长城饭店 对不起 北京饭店对面 在长安俱乐部的斜对面 那个地方是个公共厕所 大公共厕所 把公共厕所拆了 做的第一家麦当劳 我当时去的时候 因为那没吃过 那我们当时那是没吃过 是跟着北京的海运公司的 北京海运公司的项目经理 几个人 一块去 结果那项目经理 当时那项目经理都有头有脸的嘛 吃麦当劳 然后你知道那个Fries 那时候北京都当新鲜是吧 那Fries 他也不知道哪找只苍蝇就扔在那Fries里 当然那个地面是错所了 那地面不知道藏过多少苍蝇 他拿着一个带着苍蝇的Fries 又去换 这是涛哥自己经历 一个个都是人模狗样 所以这个社会就这样了 这个人活着没活着都不知道 对吧 涛哥说说话都2024年 2024年 那是19 那是8964之前的事应该是 8964之前 差不多吧 应该是8964之前 87年 88年 大概是那个时间 所以这就是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那么回事了 我猜 所以涛哥有时候说 涛哥你讲新闻跟别人讲不一样 怎么绑 我都想不好 怎么绑 那这个呢 是另外一段 老板娘在这儿抠脚趾头呢 三个女孩在这儿 四个女孩在这儿吃串 所以吃串的女孩看见老板娘 吃串的女孩在这儿 看见老板娘抠脚趾头呢 所以这点串呢 是老板娘刚给她拿过来 所以她们家串好吃 这几个女孩子不知道是该吐啊 还是继续吃啊 我猜猜 对吧 所以这就是吃饭的跟开店的 开店的跟吃饭的 你说谁对 你说谁错 很多人说 这害人 人与人之间相互坑害 几乎在老百姓之间 几乎就这样 就这个 她的整体素养素质是这么个素质 如果你把它还叫素质的话 这都是同时发生的 这个呢 就更有点 这个更有点拽 8月20号 今天23号 北京38岁的女孩子 她说放弃北漂 那就不是北京的 住进了养老院 这是当事人 2000块钱住这么个房子 中午 每天中午给四个菜 什么都可以不做 养老院嘛 什么都可以不做 然后她跟着养老院 可以上这玩上那玩 每个月2000块钱 有吃 有喝 有住 有人给做饭 有人给打扫卫生 有人给伺候 然后她的结论就是 我为什么要去干活 我觉得问的蛮对的 所以这三件事情 三段视频 相互之间一点都不打咖 一个是厨师把吃饭的砍了 一个是吃饭的看见老板娘扣脚趾头 再一个干脆自己年轻 38岁住进了养老院 给自己找了一个地方 而且非常好 这是今天的中共国 这是我们的社会 当你把三件事情连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就问自己 我觉得就问我们自己 在今天的中共国社会 到底这是个什么社会 是什么东西把它搞成这个样子 人不是不懂得做人尊严的时候 没有尊严的时候 人们根本没有意识 人们没有义务 人们没有义务 人们没有意识 去尊重别人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 感谢朋友们 感谢朋友们